今年21岁的藏族小伙龚巴,是青海师范大学油画专业大二的学生 12月27日,记者在他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家中 见到了正在作画的他 除了学生的身份外,他还是一位社交达人 龚巴在快手抖音两大短视频平台,拥有5万多粉丝 2019年,已经为他带来了近6万元的受益 龚巴说,一年前刚开始玩抖音,只是随便记录一下生活 后来因为一次偶然,把自己的画作放到了平台上 却意外的收获了许多的关注度和好评 这坚定了他做文创产品的方向 抖音是卖,第一个是做logo 第二个是做插画的,原创插画的 然后葬式的,基本上都是葬式的 也有其他的 然后这样的话,抖音里面可能能赚到 一学期的话可能赚到4万左右 就光抖音里面 一只穿着传统藏袍的黑豹 这是龚巴原创的第一幅插画作品 这一幅把藏族元素与潮流文化结合的作品 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并且很快就被商家买走了版权 我的这个可能就更大一点民族元素 第二个就是比较潮一点 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更年轻人更喜欢的那种 比方说我的这个图的话 这个版权已经卖出去了 但是这个图片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喜欢要把它当壁纸 以后还是要继续做这方面的 在积累了一定的粉丝数后 龚巴开始把自己的画作融入到文创产品中 抱枕、卫衣、挂件等文创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直播的时候 抱枕我可能卖掉了 就是那天晚上我直播 卖掉了4000多块钱这样子 我直播在直播间卖 但是私信的比较多 就私下找我要订什么货什么的 然后要什么画之类的 我就给他们发货 赚到钱的龚巴解决了学费生活费等问题 还为自己添置了现代化的绘画工具 但他没有忘记学习 除了在课堂上与老师学 课下与同学交流之外 龚巴还为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 他说只有不停的学习多元文化 才能创作出更多不一样的画作 并且他想把自己的这种绘画理念 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你光是学美术的 你就天天翻书翻一些画册 然后只看美术方面的 那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你一定要就是学美术的 一定在那个舞蹈或者音乐里面 能找到一些自己要的元素 或者能找到一些学习的地方 多元化的 我觉得还是这样 把这个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原创 原创插画 把这些做好 然后组进一个团队 然后把这个更好的去传播出去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然后把这个表现的和音乐团